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货币潮汐真的来了 我们该如何应对 刚刚美联储公布联邦利率下调至4.75到5之间 马上瞬间的话 美股出现了大量的反弹 而黄金也创造了历史高点 甚至连虚拟币的资产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冲击有什么影响 首先可能我们会迎来降息或者降水 也就是说进一步的放水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国债和美国的国债之间区别 美国国债其实现在的话 已经按照整个的点阵图 2025年左右降到3.5之间 而我们国内你可以发现 10年期的国债其实马上收益率就要突破到2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 从我们20年左右的时候 就一直进入到一个降息周期 可是降息周期的情况下 我们的内需或者是我们整体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因为我们在花债 那么美国现在的话 可以说直接摊牌就不装了 如果说它降25个BP点数 可以理解为说它通胀控制的很好 现在开始逐渐的下降利率 这种情况下属于一个软着陆 那么直接降50个基点开头 也就意味着它现在重要的目标是保护美股 美债的话可以说和它是属于同等重要 但是美股现在聚焦了全球很多的热钱 而且只要美股继续上涨 它还是可以维持4.75到5之间的利率 吸引全球的资本 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红席效应 依旧是维持很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央行在9月12号的降息 和美股还是有利息差 在这一次降息以后 你会发现人民币的汇率快速出现反弹 但是英镑日元都出现了超过人民币反弹的一个涨幅 甚至接近于1% 可以说对于一个国家的汇率来说 就像日本短短的这一两个月时间 涨幅超过10%以上的完全是几乎特别的少见 除了发生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是日元几乎是没有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 如果美元蓄水池没有 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些经济冲击 首先美股现在的话 在全球的这些证券市场上 占比已经超过了65% 从98年开始的40%多逐渐的一直在上升 因为全球整个的股票市场 美股的投资回报率 可以说是异常的丰厚 然后整个的全球 这种股票市场的一个总额是255万亿 那么这其中我们中国只占了极小一部分 而且继续降息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一点 就像曾经的房地产加杠杆 可以说开发商加着杠杆向银行借钱 然后去买地 买地完了以后 选择继续的去盖楼花 继续的收回资金 还回银行 然后呢完成一个循环 那么当美元抄袭来的时候 我们整体的这一个消费 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循环 但是这个循环现在没有闭合 可是对于我们的风险已经很大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银行端整个的利息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贷款息差是1.5左右 但是普通的这种居民的消费贷 它的利差最少达到了6 或者是普通人的借钱份额 比如说你去周转 比如这种某宝啊 或者是某微啊 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各种广告类的铺天盖地的 他们给的利率还是依旧维持在实义上 这样的话是很难去刺激经济 复苏或者是整个的回转的 那么随着整体的一个资金 或者是全球的这种货币进入到潮汐阶段 对于我们的考验开始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我们的利好 首先有几点 第一点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货币继续宽松的政策 那么对于房地产的一个扶持 对于花债是有好处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资本市场 股市的话不确定到底是否会增长 这个主要是看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向 因为整个的汪汪队 其实现在的话 获得了5800亿左右的资金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抄底 并且抄底完成 如果要进一步的拉升 看一下它是拉升20%的权重 还是拉升到80%的这一个小散们 还有呢 就是整个的中秋一个消费 你会发现啊 茅台整个的股价和高峰时期已经跌了一半 并且白酒现在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消费衰退期 而且对于整个的出行来说 机票和酒店的住宿价格在下降 可是出行的人数增长比较少 这也就意味着 大家现在工作的时长还在持续的增加 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每团745万的骑手 给了800亿的薪酬 但是你平均下来的话 平均每个骑手应该是1万多块钱 你要知道这1万多块钱 它需要每个月最少送1500单 对于整个美团的提成 但是对于整个一个消费或者促进的活跃 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而且大算法已经把骑手或者是网约车 或者是外卖的这些小哥们 整体的薪酬控制了30块钱上下浮动 那么对于内需来说依旧是很困难 对于出口我们现在也要面临的就是人民币开始快速的升值 所以说我们现在会进入到一定的放水周期 希望这个水可以流到我们所有人的脚下 让所有人都可以滋润起来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感谢观看